出示,敏感时刻重提习和新六四后,罕见强调其这些名,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做出指示后,北京媒体一接连发表文章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需其这些名讲政治,其这些名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习近平曾在众地方诸侯的拥戴下奠定权威 图源新华社观察人士分析北京媒体不断强调的旗帜先明,释放出重要信号7月16日,中国央视发布快评,再次强调,维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称坚持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建工作的本质要求,根本上要看实践 央视称万山磅礴,必有主风龙滚九章,但致意领中共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坚决维护要看,是不是真心忠诚,绝对忠诚, 是指于嘴上还是铭记在心,落实在行之行和一评论,强调坚决维护核心,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根本的政治规矩,绝不容许有任何含糊和动摇,中共全体要更加紧急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会的新闻,让中国的政治观察人士,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名词, 政治建设,以往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经常被官员所熟知的是党的建设,即一个政党应该如何去建设自己的组织文化,但是政治建设这个名词,尤其是政治建设,该如何推进这个命题却甚少有人清楚,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以往中共的描述中,政治建设,即止执政, 政治政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政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但是今天中央机关部委所开的这个政治建设,推进会含义却更为明确,就是要在中央党政部委中,全面树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保证入脑入息。 因为政治建设真正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出现,实际上是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其中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中共看来政治建设是一个重要命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是第一次提出这种说法海外的观察家们,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一些指标性的评论经常容易被忽略,例如2018年7月17日,中国媒体刊发旗帜先明,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篇评论的特殊之处。 一是在于用了旗帜先明,这次各自在中共的宣传中,大凡用到旗帜先明,就表明这篇评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人民日报刊发的著名的四、二六社论题目就是必须旗帜先明地反对动乱。 此外这篇评论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文章十分清楚地将政治建设在当下的内涵,以及今天中共要什么样的政治建设,写了出来文章称,政治建设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统领一切的刚与魂是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坚决维护核心。 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根本的政治规矩,绝不容许有任何含糊和动摇,所以政治建设,是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最根本、最能起到刚举目张的建设,而其不容含糊和动摇的内涵就是维护核心。